以色列25日对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附近地区发动空袭 造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驻叙利亚高级顾问塞伊德·拉奇·穆萨维死亡 伊朗官方证实此消息 伊朗总统莱西誓言以色列将为此付出代价 伊朗外长阿卜杜拉西洋则称以色列正面临倒计时 以色列方面拒绝就此时置评 中东媒体认为 穆萨维这样准将级别的军官被杀死 伊朗不会善罢甘休 此外 红海危机发酵两周有余 苏伊士运河被按下暂停舰 如今 开始有航运公司宣布恢复红海苏伊士运河航道航运 但舆论普遍担心 野蒙胡萨武装与美国组建的红海护航联盟发生直接冲突 美国和伊朗还对伊朗是否参与 野蒙胡萨武装红海袭击仪式争论不休 过去一个月 美国政府多次指责伊朗参与胡萨武装 在红海和阿拉伯海对商船的袭击行动 导致全球航运业受到严重影响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24日发表声明称 一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 日本所有 荷兰经营 载有化学品的货船于23日上午在印度洋海域 葬到伊朗无人机袭击 事发地距离印度西海岸约200海里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卡纳尼25日在记者会上 对美方说法进行了驳斥 指责美国此举是为了转移视线 掩盖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所作所为 掩盖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 美联社25日援引全球最大集装箱航运企业 马士基集团的声明称 由于多国海军开始保护红海航运 免受野门胡赛武装的袭击 该公司准备允许船只恢复在红海航行 报道称 尽管美国此前高调宣布 已经有20个国家加入所谓的红海护航联盟 但截至目前西班牙 意大利和法国都明确表示 不愿在美国的领导下行动 而剩下的国家大都只愿象征性派出少量人员参加 还有至少八个国家要求匿名 值得注意的是 伊朗24日在其位于印度洋的一个海军基地 展示了七种新型武器装备 包括三枚导弹 两架直升机和两架无人机 其中 塔莱耶导弹系统射程超过1000公里 可在执行任务过程中改变目标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25日称 如果战争爆发 这些导弹可以对美国航母进行打击 美国华尔街日报称 野门胡散武装在红罕的行动 为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之间的战斗 开辟了一条新战线 也在考验美国政府 在试图避免让这场冲突 演化为地区性战争的同时 支持以色列的能力 报道原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原中东事务主管塔布勒的话称 美国和伊朗都有意避免局势升级 变得不可收拾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星春 26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 伊朗同美国和以色列之间 都没有发生直接的正面冲突 这种情况未来是否会发生变化 是各方应关注的 牛星春认为 未来中东多点爆发低烈度冲突的可能性很大 地区冲突与加沙地面上的军事行动直接相关 加沙地面战斗越激烈 周边的冲突也将越激烈 对于中东来说 由于形势复杂 误判的风险会升高